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站的创立者郭爱德华还宣布了计划将要改进的地方 其中包括一个网络备份系统和一些与大公司合作的应用项目 希望我们能在短期内看到成效 不过它已经很酷了 你知道 有时候做第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就比如推特还没有解决它稳定性的问题 用户们最近发现推特挂掉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 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抛售印有那条当机鲸鱼图案的T恤 推特的人说他们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 所以希望情况能慢慢好转吧 对于那些已经厌倦推特鲸鱼问题的人来说 为啥不是一下别的服务呢 比如Aldantica就是一款另外的全面的微博客网站 它承诺提供比推特更安全更稳定的服务 针对微博客网站的社交网络 虽然它是不是推特杀手还不得而知 但Aldantica又一次证明了那句老话 用户的需求才是发明之母 我们下期免费帮再见 我是Beth Allen